这几天有几位联友来跟我见面的时候 也看到师父放了很用心 放了很多照片 他也觉得 我家好像佛堂乱七八糟的 对 你放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用意 要么就供一尊 要么供三尊 要有前后或是背后 他有他的道理 若不懂的话 也可以请教新加坡一些的师父 没问题 请看 三尊是第一个 释迦摩尼佛以中间为主 时间大概在印度一世纪到三世纪半后 大概在建陀罗 印度建陀罗时代 有一个美术时代 建陀罗王朝 大概在公元247年左右 那大概在西藏12世纪到13世纪的时候 你会看到释迦摩尼佛居中 待会我会放图片 第二是以阿弥陀佛为居中的 是呢 时间大概在汉地初五世纪左右 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 到还有另外西藏是12到13世纪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西藏佛法 由莲花生大事 从印度传到西藏 大概在公元第八世纪 你要写的话可以写在旁边 所以可见呢 佛像它有历史演变的 印度的佛像跟你现在新加坡看到的佛像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请看第一章 印度菩提加也 这个是我拍的 这个花也是我过年的时候供养的 我非常高兴 这是释迦摩尼佛 看上面 右上角是燃灯佛 左上角是弥勒佛 代表过去 现在 未来 注意你有没有发现 释迦摩尼佛的下半身是什么 透明的 那是建陀罗时代的艺术 可是我们中国人一定会这样 奇怪 你怎么把佛的三角内裤都掉出来啊 佛是身心透明清净的 你不要用你自己狭隘的眼光 我们去解释 它有它历史照相演变的音源 好 那猜一猜 右下角跟左下角是谁啊 好 刚才讲三世佛 有没有 燃灯佛 释迦摩尼佛跟弥勒佛 所以我建议建议 将来新加坡要建三世佛的大殿 应该要这样建 大殿当然以这个道场 它的宗旨跟它主要修的法门 可是大殿不是随随乱乱面面拼的 它有它的用意的 再来看右下角 右下角是谁呢 慈心三昧的弥勒菩萨 怎么知道呢 它的莲花上面是拿的是宝瓶或法轮 你看 释迦摩尼佛叫释迦如来 怎么样修成释迦如来呢 第一个要修慈心三昧 左边是什么呢 看莲花守观音 悲心三昧的莲花守观音 所以早期是这样供佛的 一佛二菩萨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在这里有个故事 我想一想 我曾经劝一个大专青年 他说师父 我贪嗔痴烦恼很多 我贪心很重 淫欲心很强 怎么办 我说呢 你拜观音菩萨 他说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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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以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这么漂亮 我说有问题吗 他说我什么佛菩萨都念 我就是不敢拜观音菩萨 我问他为什么 我说你告诉我没有关系 师父愿意帮助你 我也是难重 他说师父啊 我拜观音菩萨的时候 我会大妄想啊 我真是奥弥陀佛啊 你的烦恼真的很出众啊 那我就念了前几天 我昨天啊 前天我讲的 如果有众生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观音菩萨 如果有众生多于愚痴 多于称愧 常念恭敬观音菩萨 这样鼓励他 插播一下 有人说恭敬观音菩萨 跟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有没有不同 没有不同 恭敬是意义 南无是音义 南无 南无佛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亚 直接的梵文是南无 所以不要乱乱改 恭敬观世音菩萨 南无就是恭敬的意思 所以没有差别 没有区别 结果我就劝他 你试试看回去 要念之前先拜观世音菩萨 很虔诚拜 拜十拜 大悲观世音菩萨 弟子业障很深重 生生世周在轮回 烦恼很多 我真正烦恼很多 我没办法控制自己 我拜你 请你放光加持我 就像母亲 救救孩子吧 母亲鼓励孩子吧 你就拜 你刚开始还是有烦恼 没关系 你就慢慢拜 一天拜 一百零八拜 你连续拜一个月 拜完了以后 就坐下来念观音菩萨 或念 Om Ma Ni Be Mi Ho 不要怕 不要怕自己烦恼 其实没有成佛之间 我昨天说过 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你动什么念头佛菩萨 都知道的 其实你洗澡的时候 佛菩萨也很清楚的 你睡觉的时候 翻过来翻过去 等起来 对不对 观音菩萨也知道 就像妈妈一样 他不会嘲笑小孩子的 对不对 最重要你的心 要虔诚跟恭敬 后来这个大专生的 真的就拜了 然后后来见我说 师父我太高兴 我越来越喜欢 观世音菩萨了 我说很好 你生起了慈悲心 跟清静心了 后来他现在是一个 虔诚的佛弟子 所以 各位 佛菩萨都是很真心 帮助众生的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不能谈的 这也没有什么觉得很丑陋的 就是因为我们贪真知很重 所以我们才轮回 但是重点是你要懂得调伏自己的心 再看三尊式 看幻灯片 大约在西藏第八世纪的探卡里面 他的照相度量精化 你就可以看到 释迦摩尼佛 长相就有点 不像印度人 而是瘦瘦的 像西藏人的造型 右边白色的 就是弥勒菩萨 左边是观世音菩萨 莲花所观音 他拿莲花 右边弥勒菩萨 他拿的是药草 注意不是只有地藏菩萨 跟药师佛拿药草 早期的弥勒菩萨 也是拿药草的 他救众生 好注意 早期的观世音菩萨 手上拿什么呢 都先拿莲花 因为莲花代表六度万恨的因 因果同时 好 那后面呢 你可以看到 释迦摩尼佛的后面呢 什么 有 就是八大菩萨 下面你注意看 有八个照相 那一尊是释迦摩尼佛 那往前推 是比较过去七佛 所以你从佛教的艺术 探卡演变 你可以知道 他们都有经文根据的 好 所以这是早期的三尊式 好 好 那看下一章 阿弥陀佛居中 最早传到中国的是敦煌壁画 中间就是阿弥陀佛 右边是观音跟释智 那观音释智是用占的 然后呢 阿弥陀佛是做的 可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旁边有四个菩萨 两个当然是观音跟释智啊 那我去查了一下这早期呢 另外两个是谁呢 文书跟普贤 早期 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 四个当然可以配四圣地 不过呢 这是最早期最早期 观世音菩萨出现在敦煌壁画里 接下来再看 敦煌壁画的西方极乐变文图 就是按照观无量寿佛经的 这幅图在哪里呢 在香港智林静院的大殿的背后 就有这幅图 它按照敦煌壁画 重新彩绘的 那中间阿弥陀佛 红色的袈裟 金黄色的衣服 观音菩萨右边是粉红色 左边呢 大世智菩萨是紫色 所以发出了非常的colorful 也很庄严 所以你看到 这时候西方三圣是 做的时候出现的 再看一张 这也是one of my favorite 从清朝的画的 我们清朝有一个 居士画的 那现在这个原版 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后来佛教徒跟他接洽 而流通 那这个呢 就是我常常讲经会用的 西方三圣 按照观五亮 受佛精化的 再看 到了日本 变成日本的 接引的日本国宝 接引的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中间一定广大无边 万丈光芒 然后右边 你右下角看到 第一个拿金色莲花台来接你的 就是观世音 左边拿莲花的 就是大势志 所以 他拿的东西 有时候是可以判断的标准 但是很多菩萨都可以拿莲花 像文殊菩萱都可以拿莲花 但他也有特别 就是我们佛经讲 共跟不共 就是相同跟不相同的法器 举个例子 像释迦摩尼佛 显教的释迦摩尼佛拿莲 藏传的佛教是 阿弥陀佛也拿莲 莲花里面还有一个甘露瓶 所以他不是说 就是他拿的东西或装饰呢 是判断的标准 但不是绝对的 你要看他旁边的配件 以及他的特色 好 接下来再看 第三个 三族信尊 三族信尊呢 是在金刚称特别有的 就是在西藏 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以后 出现是什么呢 就是以文书 观音跟金刚手 这三个 像三角形的构形 接下来第四个叫三大士 这张照片你看过 文书 观音跟普贤菩萨 好 你先看这张幻灯片 文书 两个传承都一样 观音也一样 可是在汉地 弘扬的是什么 普贤王菩萨 我说过 三大士这个照片呢 是出自于华严经的体系 而西藏呢 把普贤菩萨呢 用另外一个 金刚手菩萨比 代替 金刚手菩萨呢 就是谁呢 就是西方的大士制菩萨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类 那中国 汉地里三大士出现呢 都是在汉代 汉地里是在宋代以后 所以各位现在看到了 很多的佛像 包含 待会会介绍的 水月观音 宋子观音 显现女性象征的 是中国十世纪 大约宋朝以后的 好 请看 西藏的三户主 代表智慧 慈悲与力量 中间你看 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没有我怀疑 而且它呢 我前几天有说过 它是呢 有十地 三三 再加上二 就是十一地 左下角 是黄色的 魂书 水利菩萨 代表智慧 右边呢 右下角代表 愤怒尊的金刚手菩萨 代表力量 注意听 西藏人认为呢 要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自利利他 要有智慧 慈悲 这样还不够 要有度众生的功德力 法华经讲 定会立庄严 以此度众生 你没有力量的话呢 妖魔鬼怪是不怕你的 那个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让你思考 但不一定会发生 假如有一天呢 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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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青少年 或是 黑手党的 来欺负你 那你怎么办 你有没有力量 降服他呢 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记得念 念完以后 赶快打电话 call the police 对不对 好 为什么大家看到 police的 他就害怕 因为 police它有了 title position and the power 他有他的头衔 对不对 他有他的身份 警察有权力抓你啊 所以这个代表力量 尤其你以后在读 大乘庄严宝王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观世音菩萨 度地狱恶鬼出身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的凶 就像你们呢 就像你们呢 常常呢 七月做法会 面燃大事那样 先要把它 折服了以后 来 听我的话 念 umma ni be mi ho 就乖乖的 umma ni be mi ho umma ni be mi ho umma ni be mi ho 不然谁理你啊 所以 在西藏人认为 度正身的功德力 很重要 你光有慈悲啊 慈悲啊 人家会欺负你的 你要有智慧 你会处理得很好 慈悲智慧 加上还要有力量 再看下面一张 三大事 由左至右 你看 下面是文书 中间是白色的 四壁观音 右边右下角 是蓝色的 金刚手菩萨 不同的造型 构图是一样 那注意看 四壁观音上面 就有阿弥陀佛 红色的 所以你念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绝对没有冲突 在金刚证里面说 阿弥陀佛广度 无量的众生 观世音菩萨 从哪里来呢 从他的心中 变出来的 化现出来的 那观世音菩萨 是很慈悲的相貌 度众生 有些东西很难度 再从观世音菩萨的心里 再变出一个什么呢 马头明王 骑马的 我后面会放 所以观音弥陀 跟马头明王 三个是同样一个的 这样的见地 才是圆满的 这是在 无上的密序才有 在大乘的经论里 是没有写的 请各位看 六十一页 第十二行 六十一页 第十二行 故阿弥陀佛 与观世音菩萨 事实上就是一体的 没有差别 观世音菩萨的心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观世音菩萨的力 就是阿弥陀佛的力 念六次大明咒 就念观音 就是念弥陀 就念十方 一切诸佛 这才是正知正见 大圆满的见解 了解吗 所以你不要再去问了 师父 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 会打架吗 我去东方还是西方 没有冲突的 再翻回来 再翻回来 第十九页 二十六行 刚才讲 中国山西省崇善寺 由左 由右到左 是千波文书 它是东密的造型 唐密的造型 文书实力菩萨 也有一千只手 你不要以为 只有观世音菩萨 可以献一千只手 文书菩萨 也有一千只手 而且每一只手里面 有一个波 每一个波 有一尊光中化佛 代表什么呢 文书菩萨是 千佛之老师 这个 请你上 商业经济的网站 我讲过文书实大院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 第二个 中间 千首观音 千首观音是跟 中国人最有缘最有缘的 待会你会看到 台湾 新加坡 香港 调的都是千首观音 左边是 普贤王菩萨 所以你也可以 这样供佛 然后背后挂 西方三圣 或廉池海会图 好 再看 传到中国以后 由宋元明以后 帝王开始护持 就开始凿石枯 中间是 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就有 右边 加设尊者 对不起 历史的因素 被破坏 左边是 阿南尊者 好 右边的最旁边 你就可以看到 是谁呢 文书实力菩萨 是站着的 所以可以看到 一佛二菩萨 或一佛两个弟子 或一佛两个 僧文众弟子 两个菩萨众弟子 在历史的照相 这是由帝王 出钱供养的 再来看 五台山 书相是背后的 观世音菩萨 这是自在观音 特别注意 这里面右边那个是谁啊 猜猜看 小朋友 左边那个是谁啊 应该你们很熟吧 对 善才童子 龙女童子 你会说 师父刚刚讲 不是一佛二菩萨吗 怎么现在变成 一个佛 然后两个 一个菩萨 两个弟子 没错 历史就是照相这样演变的 右边 善才童子 取自于哪里 华言经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左边 龙女 龙女出自于哪一经 龙女在哪一经 没有人知道吗 你们念 法华经 对 你们是送法华经 龙女转身成佛吧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 观世音菩萨 弘扬 两个很大的大乘法门 很重要 华言与法华 这个雕像开始影响道教 就变成南海 古佛观世音 南海古佛观世音 不就是这样子照啊 是不是 你们看到教里面 子竹林观音 一个是善才童子 一个是龙女菩萨 就是从这里来的 它是从中国佛教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 跟道教是相互影响的 知道吗 我们中国人本身是 民间宗教跟道教的 最早之前是儒教 当魏晋南北朝以后 佛教传来以后 道家跟佛家 曾经也辩论过 寺庙呢 有出家人 对不对 有寺教 很像皇宫一样的宫殿 道教也开始建道观 佛教有大藏经 道教也有道教的大藏经 所以 你现在拜的南海 普陀观世音 或是子竹林观音 旁边就是一个善才童子 一个是龙女童子 就是这样来的 大概在宋朝以后 中国才这样供 宋朝以前看不到这样 所以它有历史的照相 那这尊呢 自在观音 非常的庄严 是我拍的 你看 它头也戴 五方佛的宝冠 非常非常的庄严 你看注意看它的脸 菩萨是真的很圆满的 其实菩萨的脸 不是人的脸 因为菩萨有菩萨的 三十二相的功德 佛也有三十二相的功德 所以我建议各位 当你供养家里的佛像 要显一尊很庄严 让你自己生欢喜心的 当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可是要你生欢喜心 如果不能呢 用画像也可以 卡片也可以 好 再看 到后来呢 也引念了 一佛二菩萨 就是华严经的 华严三圣 那我们桑严经社 大殿就共华严三圣 这是木雕的 台湾人雕的 雕得非常好 好 再来看下面 请看 二十页第二行 刚才讲 一佛二菩萨 是三个一起出现 现在讲单尊的 所以单尊就可以 更看得出 你说观音菩萨 是男众跟女众呢 其实它都可以显现 请看 第一个 显宗 常人模式 human form 尤其华人 最喜欢这个 因为华人喜欢什么 我们中国 你记不记得 美的标准不同 唐朝阳归 可不可以是什么 越肥越圆美 对不对 现在越肥越丑 赵飞院越瘦越漂亮 那腰呢 就绑得这样很细 可见美没有决定的标准 但中国人的文化 都比较喜欢什么 圆圆的 西藏人也喜欢圆圆的 像我呢 就修得不太好 硕硕的 对 所以中国人喜欢圆满 这是文化 所以当然他也会期望 佛菩萨雕得要万丈庄严 万光 就是说万德庄严 就像精明佛学社的 释迦牟尼佛 也是雕得很好 真的很庄严 让你一进来就感觉 哇 佛真的很圆满 我很微小 对 这会生你恭敬心跟欢喜心 但是注意 历史上的佛像雕像 不一定都是你现在看到的 请看 第一个最有名的叫 莲花手观音 我自己也很喜欢 莲花手观音 尤其是男众像的莲花手观音 非常的庄严 勇猛 有智慧 他的造型 大于处于印度的二世纪 以男性造型为主 所以刚才问我 我问你 观音菩萨是男的 其实你举手男的是对的 因为的确观音菩萨显现男众生 尤其在印度那个文化 男众代表有力量 你现在去印度 晚上女生还是不可以出来 他的社会结构 不一定说重男轻女 但是他的文化就是这样 甚至你可以看到 印度教的师佛神 很多他雕的也是男众的相貌 第二个叫观世音菩萨 就是汉地于十世纪以前 你要记的话可以记这个数字 十世纪 中国十世纪以前是一个主流 十世纪以后就出现的 都是女众为主 那在观世音菩萨早期 十世纪以前 还是照相以男众为主 所以敦煌的壁画里面 大丈夫像 观世音菩萨是长胡子的 待会你会看到 有人说 奇怪啊 观世音菩萨怎么长着这胡子 很酷啊 酷酷的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 留一点点 对不对 其实观世音菩萨不是笔酷啊 观世音菩萨是代表 三十二大丈夫像 好 现在看 这是在印度菩提迦也 佛正式在讲华严经 也就是Mahabodhi Temple 旁边建了一栋白色建筑物 佛就是正在那个地方 讲大方广佛华严经 后来他们就雕了 大秤初期的莲花手观音 你看他的腰是细细的 衣服是透明的 很像印度的神 没错 他就是印度那个时代 早期的雕像 我们看到的是他的 他的左手边 我们看到是右手边 是莲花手观音 注意提醒你 观世音菩萨旁边有一个狮子 左下长是狮子 待会我会讲 为什么 因为他有另外的用意 好 这个是我在印度 菩提迦也 用菩提树 雕的莲花手观音 非常庄严吧 这尊是我买的 我自己供养的 我去朝圣了两三次 所以 那观世音菩萨 他头顶呢 带宝观 然后也有一尊小的佛 那你现在看到 观世音菩萨的左上角 有一尊中等的佛像 那个就是他的老师 阿弥陀佛 所以表示呢 观世音菩萨念念都把老师 放在心中跟头顶上 所以修观音法 跟修阿弥陀佛法法 是绝对不会冲突的 修险教跟密教的观音法 也不会跟净土法能冲突的 那看他的脚 脚呢 他并不是盘坐 而是自在坐 观世音菩萨 自己的右手的脚 是放下来的 所以他有一朵莲花沉着 那下面有两个 两个里面注意呢 是他的这个 卷属 所以这叫莲花手观音 是木雕的 再看西藏男性的造型 莲花手观音 很漂亮啊 两边是铜流金啊 香满的珍珠珍宝的 莲花手观音 所以从这里会看到 佛菩萨真的是 完全不一样啊 对不对 差距很大 为什么呢 他的千百亿化身 愿力的显现 所以当你说 观世音菩萨是显现 男仲像 其实也对 因为历史上 尤其是在十世纪以前 不管印度 西藏跟中国 雕的观世音菩萨 都是大丈夫像 好 现在看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里面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非常的庄严 他真的一千只手 旁边呢 有大梵天王 然后有天龙八部 就在护持 左上角跟右上角 有两个飞天天女来供养 再看下一张 中国是元代 敦煌莫高窟的千手观音 张大千居士 一个画家 台湾的画家 曾经模仿这一幅 早期呢 有很多的老和尚 也很喜欢这一幅 为什么 因为它非常的庄严 构图啊 设计啊 虽然是黑白的 可是呢 它非常非常庄严 然后它的阿弥陀佛呢 是它是用 观世音菩萨 是用两个手 这样顶在头顶的 这也影响 后来将来雕木雕 千手观音 再看下面 台湾南部有一个道场 这尊非常非常庄严 后面是千手观音 注意看 假如你看得到 后面壁画的脸中间 它就长骨子 有没有 好 猜猜看 后面是壁画 前面那个铜的雕像是谁 猜猜看 对不起 我听不到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啊 还是有偷看过吗 对 准提菩萨 你怎么知道是准提菩萨 我自己想 对 我准备太详尽了 的确 怎么知道 第一 它中间节准提佛母意 还有 注意 准提菩萨 严格说 叼得完整的话 应该是十六只手 我刚才说过 对不对 四壁观音 乘以二 变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 占四个门口 一个是圣义地 一个是世俗地 所以八再乘以二 就十六只 所以准提菩萨 是十六只手 表示世俗地 跟圣义地都圆满 其实你们拜的 四马路观音庙 就是准提菩萨 终于知道了吧 再看下面 看 早期的圣十一面观音 看到了吗 它有长胡子的 大丈夫像 那怎么知道呢 圣十一面观音 真正的判断 是在它头顶 有十一个头 手呢 不一定 你看这里的手 只有两只 它有拿莲花 所以 这个呢 你也不能说 是莲花手观音 因为莲花手观音 没有十一个头 所以它照相会依 经论依据不同 还有时代演变不一样 接下来再看 这就是现代的台湾人 雕圣十一面观音 台湾人雕的 背后的是光 它也没有一千只手 可是呢 它也是拿宝瓶 还加上一朵莲花 最主要是它头顶 是十一个 我上一次说过 严格说应该是三成 三三得九 再加第十 再加十一 但是在照相上 有人觉得 这样子占了很多空间 有人家里没那么高 所以呢 就把它变成这样一圈的 尤其在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圣十一面观音 都是这样雕像的 好 再看下面 显中的模式 现在看第三类 女性化的观音 是各位最喜欢的 观世音菩萨在 汉帝于十世纪以后 因为中国 中国宋朝以后 宋元明清 每一个朝代都兵荒马乱 国家很不安宁 道匪很多 女众呢 是真的非常非常苦 所以有寻生救苦 大死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的显现 看到的以及照相 都是以女性为主 比方说 比方说 水月观音 于兰观音 白衣大士 南海观音 宋子观音 其实各位 你们现在拜的大部分是第三类 也就是十世纪以后 观音菩萨的显现 请看最有名的 羊之静水观音 非常的庄严 饱满 身上挂满了阴落 珠宝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再看韩国的国宝 水月观音 他穿着衣服呢 丝绸是透明的 对不对 非常的宁静 坐在石头上 旁边有好海 背后画得像水月一样 对不对 他在想 众生怎么样能够救度呢 这是韩国的国宝 所以韩国人事实上 拜观世音菩萨的很多 那日本人呢 是拜阿弥陀佛的很多 日本人也拜观音 但是比较性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调查 日本的禁土中 日本的佛教徒里面 有70%都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这是用日文念 当然日本也早期 不供很多观音 可是 韩国人啊 大部分都是念 观世音菩萨 所以很不可思议 跟大家分享 这一世的17世 大宝法王 我们在 菩提家也法会的时候 法本是四种语言 藏文 英文 中文 还有韩文 大宝法王会讲韩文 所以韩国人 很多人都拜他做上师 因为他滴滴滴滴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听说大宝法王现在还学 印度文跟日文 所以你看 一个真正的菩萨行者 为了利益众生 是法门无量试验学的 再看 中国最喜欢的 一夜观音 这是铜雕的 台湾做的 对不对 代表众生在大海里面呢 观世音菩萨怎么救你呢 丢一片树叶 这样就很自在的 就把你度起来了 这叫一夜观音 再看香港 大宇山 就雕的千首观音 所以你慢慢可以看到 从早期 印度到中国 到西藏 以及到近代 从宋代一直到现在 观音菩萨 真的变化很大 接下来 你们知道了 于兰观音 你看他的脸完全都是女众 大家知道于兰观音的故事吗 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 抱歉 你看 在雕像里面呢 鲤鱼要龙门 观音菩萨长得都是女众 对不对 于兰观音 好 接下来 这个呢 现在呢 大陆 跟东南亚也很喜欢用木雕 现在呢 你看 观音菩萨调的 全部是七金七的 因为中国人认为 金色是最为庄严的 其实金色代表 如来藏的显现 因为我们呢 自信当中如来藏 有无量的功德 好 再看 到了日本 看看 莲花守观音 日本人很讲究quality 所以它是铜镀金的 这支呢 也是我的 人家供养我的 惭愧 可是呢 这支人非常非常的庄严 对 可是日本的东西啊 quality很高啊 可是不便宜 非常非常的不便宜 像这样子的一尊佛像 大概要三 四 只搞要五百新币吧 不便宜 对 可是它的品质非常好 可以让你终身供养 你看 莲花守观音 注意 它是大丈夫像 像南中一样 因为早期的日本人雕像 也是喜欢雕南中 表示威猛跟庄严 可是中国人 比较喜欢画女众 好 接下来 你们事实上 弗牙寺尊贵的法师 法造法师 法造大和尚 发愿见的呢 就是日本的 如意伦观音 这是日本东密的体系 六只手 代表六度波罗蜜 代表能够度六道众生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也很感动 我在这边也流眼泪了 然后也供养 所以新加坡的莲友 还是很有福报的 所以你们蛮圆圆的 对不对 好 再看下面 密宗 密宗当然就度有缘的众生 显教的莲友 不太喜欢这一类 因为他觉得很奇怪 其实当你了解 历史的演变 跟艺术的演变的时候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去菩提加盐 你看到的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现在供的释迦牟尼佛 差很多 我们中国的佛像 都是很圆很圆很圆满的 可是印度有印度的造型 当印度佛教传到西藏佛教的时候 它是融合了印度文化 叫做Dantric Form 就是无上瑜伽的Fong 它有分两类 第一个先看四壁观音 我叫六字观音 就是我们这次讲座的主题 时间大概也起于13世纪 造型刚开始也是以男生为主 好 请看 Om Ma Ni Ben Me Hoong 六字大名咒 这是我在五台山拍到的石雕 很庄严 它连经文旁边都画满了图 而这样供养 很多人看到就对咒语礼拜 接下来 好 你看 四壁观音 四只手 四只手代表是什么 不是四个号码 是四五亮星 慈悲喜神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有印度的造型 也有西藏文化的出现 对不对 它坐在日轮跟月轮上 后面放满了五彩的光芒 注意这一张 它后面放的光是彩虹透明的一般 我用这张字告诉你 你念六字大名咒的时候 也要观想 放的光像彩虹一般 观音菩萨也是透明的 这样子你的心比较容易得定 接下来 观音菩萨不但有本尊之外 它还有它的净土 这张你上次看过 四壁观音有它的谈成 谈成有东西南北 就像古代中国 这个护城河一样 所以谈成其实就是 Mandala也就是Pureland 就是净土 好 接下来再看最后一类 就是密宗 胆特罗的模式 最有名的是 圣十一面观音 它的头十一个 还有圣十一面观音 同时加上背后 滴滴俱却 牵手牵眼 时间出现于印度 西藏汉地 大概是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 相当于印度当时的极多王朝 这时候男性跟女性的造型 两个都同时显现 所以刚才第三个答案说 观音菩萨是女众 也是男众 答案也对 因为它都有显现 好 请看 这是早期台湾 最流行最流行的观音菩萨 非常的庄严 是坐的 后面的确是雕一千只手 这是一个大背金色供养的 早期后 我那时候刚刚学佛的时候 我也供过这一尊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非常非常庄严 对不起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世界国家 那福报音乐也不够 可是我也供过这尊观音菩萨 早期台湾的人 从民国38年 大概到五六十年代 我们大概都供过这一尊 接下来 这是我们桑椰金色 我们供养的 这个你看过 是四川的木雕 非常的庄严 是木雕木头而骑金的 但有一个特别是 桑椰金色的牵手观音 是坐姿而不是站的 代表它在大乘的三昧当中 好 接下来 这张知道吧 浮海禅寺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庄严 它是站的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那你注意看 我刚才说 观世音菩萨 这样子两只手上面顶着 应该 敦煌壁画里面是什么 是捧着他的老师 可是你们的造型里面 却捧的是一个什么 舍利塔 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可能是你们 祝词和尚有特别的用意吧 不过在造像里面 敦煌壁画捧的是 他的阿弥陀佛老师 好 接下来再看 西藏式的牵手观音唐卡 这个呢 唐卡里面右上角是绿度母 左上角是白度母 我昨天讲过 度母都是观音的化身 牵手观音的上面呢 是红色的阿弥陀佛 那这尊呢 他的画里面 真正是一千只手 这尊画得真的非常非常庄严 眼神也非常的庄严 好 再来看 西藏式铜流金 度金的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跟你现在度的 完全是不一样吧 对不对 相满的金银珠宝 用金粉 还有各种画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佛像做得最好的 是全世界在尼泊尔 我参观过他的工厂 但是他不准人家拍照 因为这是他们的秘密的技术 你怎么样把金融化 而粘在上面 而可以保留很久 那最有名最有名的 一个地方是 浓缩了全西藏最好的佛像 就是西藏布达拉宫 所有供养西藏的法王 达赖朗妈 好 接下来 千首千眼观世音菩萨 也有他的谈成 所以中间他画的是 千首观音 曼达拉 刚才我们看到是 四壁观音的曼达拉 好 所以一个小节 普门品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而未说法 所以答案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第四个答案 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看这里 以镜子做比喻 看 镜子本身 没有任何的颜色 我现在拿一个淡淡的粉红色 花靠近 你看 它出现什么 就是粉红色的花 对不起 主席借一下 我没有偷到 借一下 待会我会查回 我现在拿一个 Purple 紫色的花 你看 它出现什么 紫色的花 换句话说 观世音菩萨的本体呢 就是空性的 像镜子一般 它是千江有水 千江业 所以从圣异地的角度 假如人家问你 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呢 答案应该像镜子本身一样 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因为它不是现 凡夫的六道的这个染污像 它是什么像都能现的 所以因为什么像都能现 注意 所以从禅修的角度来讲呢 你要选一张 选一张 你常常拜的观世音菩萨 你自己欢喜 灵命中的时候 观音菩萨就会显现那个来接你 为什么 它以你的心而显现的 这样懂吗 所以答案四种都对 恭喜你们 四个都对 我知道很多老菩萨在想 哎呀 师父出这个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考导我们 答案不会 每个人都很有智慧 但它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好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问你 Q&A 你觉得现代的观世音菩萨 应该长什么样子 哪一个computer mobile phone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 你看一看 猜猜我是谁 看到了吗 猜猜我是谁 Love Live Life And AIDS 下面写 Bodhisattva 这个让我很讶异 这个是我们台北市捷运的一个广告 它是谁呢 你看 我们台北有MRT 就是Subway 答案是标题 你也可以做菩萨 哇 我看到非常高兴 第二天我赶快拿相机拍起来 那请问 你现在到现在呢 又跳舞 又唱歌的 Rock Music 这些Young Generation 请问 你要变什么样子 读它 所以注意听 你不要小看 告诉你 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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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 Club 也有观世音菩萨 真的 但你说 哎呀 糟糕师父 那我每天跳的那个 是不是就是观世音菩萨呢 I don't know 意思是说 观音菩萨 要读这样的众生的话 它一定是显现 跟那一样的 师父讲的是真话 你读大圣庄严保安经 观音菩萨要读狗的时候 观音菩萨真的当狗王 他要读蜜蜂的时候 他就当蜜蜂 嗡嗡嗡嗡 南摩佛 南摩法 南摩圣 然后就全部飞上极乐世界去 这才叫大悲观音法门 所以下面一章 你也可以做菩萨 是说现在全世界 年轻人都受艾滋病的受害 希望爸爸妈妈师长朋友 一起来关怀他 保护他 艾滋病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师父没有在这里想这里谈 因为这个问题呢 太复杂了 我可以有演讲很多天 我先不要谈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面对比我们可怜的族群 那你怎么帮助他 重点是 佛教认为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你也可以做菩萨 这是很了不起的 你不要排斥他们 好 接下来 请看 艺术与修持的结合 六种观音 请看第二十页 第十六行 我讲一段天台宗 天台宗 智者大师认为 六观音就是 大悲观音 大慈观音 狮子无畏观音 大光普照观音 天人丈夫观音 大范深远观音 注意 这个就是配合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配合六道 有六种显现 注意这里的天台宗 是指中国古代的天台宗 所以很抱歉 在图像 我虽然很认真 可是我很难找到 古代的东西 所以我尽量 尽量 请看下面 我们居住的世界 南瞻布州 我们就住在这里 上面有须弥山 有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上面 有弥勒菩萨的 都帅内院 我们就住在 四天王下面 这一圈一圈一圈的 南瞻布州 在这里 天上有天道 梅勒菩萨 这里度众生 所以在后面的讲座 法华经二十八品 我会真实介绍 梅勒菩萨 在西藏里认为 我们六道轮回 是很苦的 那请问 六道轮回里面呢 你看六道 本来都没有佛菩萨 但注意看 六道轮回的探卡里面 有六尊佛菩萨 以他的大悲愿力 而化现 而进入度众生的 因为佛菩萨 没有这个不清净的业 其实佛菩萨 不需要住在我们人间 他有净土嘛 佛菩萨也不用住在地狱里啊 地藏经里面讲 哪两种情况 可以去地狱 一个是业力 一个是呢 愿力 对 佛菩萨就是用大悲愿力 而去度众生 同样的观世音菩萨 那在大乘庄严宝王经 最主要讲的 他就是可以献六道身 那上面三善道 天道 人间 阿修罗 后面那个很凶很凶的那个 代表我执 那个不是严罗王 是我执 最头顶 西藏的探卡 下面呢 你可以看到地狱 恶鬼 畜生 都有一个佛菩萨 在救度他 所以每一分每一秒啊 在幽民界众生里 都有佛菩萨在度他 地狱里面也有 地藏菩萨的宫殿 也有讲经说法的地方 但是你要有缘 才能够进去 所以在中国 摩合旨观里面讲 大悲观音菩萨 破地狱道的三丈 因为这一道最苦 地狱要用大悲心 第二 大慈观世音菩萨 破恶鬼道 因为这个恶鬼道 常常觉得呢 肚子大大的 火很多 他常常呢 很口渴 很缺水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七月要 蒙山狮食 就是肚 必于恶鬼畜生 尤其住恶鬼道 第三 注意画一个记号 狮子 无畏观世音 是破畜生道 破三丈 狮子是 所有动物园里面 最凶猛的 狮子吼 一叫呢 叫做狮子吼观音 请做个记号 这个很重要 因为大宝法王 成佛的时候 就叫做狮子吼观音如来 在动物里面呢 最勇猛的 有两种 在东密跟藏密 用两种 一个是狮子 一个是马头 因为马呢 在草原上呢 是跑最快的 所以叫狮子吼观音 请注意看 照片 第一 牵手牵眼观音 这是敦煌的壁画 破地狱道 三丈呢 是叫 祸夜苦的意思 你看 恶鬼道的众生 他很辛苦啊 所以你要去度他 你看有佛 也有菩萨 坐前面的脸 有没有看到 佛的 两个佛的中间 有一个菩萨 对恶鬼道 撒什么 撒大杯甘露水 对不起啊 比较小 没关系 对不对 所以恶鬼道的众生啊 为什么我们要念 大杯神咒 去帮助他 因为可以改变 他的业力 所以 阳之 净水 观音啊 大部分都是 破恶鬼道的众生 的障碍 所以我们 一般拜 阳之 净水 为什么法会之前 都要结界 洒 洒 洒 干露水 因为观音菩萨的 大悲心 接下来看 畜生道 畜生道 我们人间 可以看得到 鸡 鸭 狗 猫 这些众生怎么办 有 狮子 吼观音 可以破 畜生道 这个也是 我在菩提家也 好不容易找到的 狮子吼观音 雕像 注意看 下面就是狮子 但这个狮子 有点是印度狮子 然后观世音菩萨 你看 我们看到了 右手边 还有莲花 他的左手边 还有一个席杖 你看他长得 根本是男生 可是我很喜欢 这一尊 莲花手观音 跟狮子吼观音 很惭愧 这两尊 是我自己 买来供养的 因为我当时看到 我找很久很久 我为了度众生 我终于看到了 的时候 我很高兴 把他请回来 接下来再看 第四个 大光普照观世音 是堵破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什么呢 听好 阿修罗道有两个意思 阿修罗道是战神 他福报很大 但脾气很坏 专门喜欢打仗 这叫阿修罗道的战神 可是我们人间 假如你脾气很坏的话 那叫人间阿修罗 狗里面 狗咬狗一嘴毛 有时候在打仗的时候 你看那狗 很凶的手里 咬那个小狗 那也是很残忍 那是狗道的阿修罗 所以广义说 任何一道 称心很重的 都叫阿修罗 那他呢 最有嫉妒 所以观音菩萨 要放光 放光以后 才可以熄灭 他的嫉妒跟称心 而破阿修罗的三藏 第五 人间呢 人间都有讲理 但人呢 最难的是什么 焦慢心 喜欢更加变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现 天人 大丈夫像的观世音 来度你 天上的人 注意 天上人相貌非常好 所以观世音菩萨 度他的时候 要现得比他更庄严 天上的男生 都非常的帅 都是帅哥美女 观世音菩萨呢 一出现的时候 他比我还帅耶 他比我还庄严耶 大家就会注定他 观音菩萨就为他说法 你想要让你的帅 跟功德 跟相貌 不生不灭 那你要成就 无上的佛道 这是观音菩萨 为他说法 所以大范 深远 观世音呢 可以破天道的 三种障碍 范就是天王的 范 天王的意思 所以这里有讲 三藏就获叶骨 请看一下 大光 普照 观世音 他身上都放光 很庄严 很庄严 对不对 第二个再看 度人呢 人常常献什么 白衣大士 白衣大士就是什么 天人丈夫观世音像 这个系统 对不对 那白衣大士也有战的 也有座的 那这一张特别注意 是禅宗最喜欢 因为禅宗很多人 注意听 你又假如去看中国 很多禅宗的高僧 他除了打座跟诵经之外 他最喜欢念两个咒 一大悲神咒 第二准提神咒 所以禅宗的人呢 都喜欢供这尊 天人丈夫观世音 就是你们一般讲的 禅座式的白衣大士 好 那天人 看左下角就是天人 那观世音菩萨 现象更庄严 天人呢 因为他 过去式的善根福德 阴言显现 天人的衣服都非常的庄严 所以呢 观音菩萨要度他的时候呢 观音菩萨穿的衣服 更庄严 珠宝更多 就天人看到了 就很惭愧 他就会愿意跟观音菩萨学 为什么圣者啊 你这么庄严啊 为什么你神通 这么自在来去自如啊 你可不可以教一教我啊 佛 观世音菩萨就趁机说 你想要得到这些好处 那你就要好好用功 这叫做大范深远观世音 好 再看一段小段 日本台密的六种观音 台密我刚才说过 是指日本天台中传过去 它就改变了 第一 恶鬼道是牵手观音 请看二十一页第五行 恶鬼道是牵手观音 地狱道是圣观音 好 请做一个记号 三 马 度畜生到 马头观音 明天我会特别介绍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非常重视 马头明王 马头观音 第四个 阿修罗的是圣十一面观音 第五个 人间的不空圈锁观音 不空圈锁 你们可能比较不太知道 它是拿绳索的 第六个 一样 如一轮观音 所以新加坡 福牙寺雕的如一轮观音 事实上是从日本 从中国天台中 传到日本的天台中的台密 注意这里的台不是台湾的台 是天台中的台 好 我很高兴看到了这个 我以前拍的 重庆大祖石窟六道轮回图 六道轮回图正中间是一个佛 表示什么 六道的众生虽然迷惑 但是他还是有佛性 观世音菩萨帮助他 除了解决他的痛苦之外 目的呢什么 恢复他原来本有自信的佛性 这是观世音菩萨要做的 好 请看一下 下面我介绍 从网路download的 非常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法师 我想应该是比丘尼吧 叫伊灵法师 画的六个观世音菩萨 非常非常的庄严 是现代版 请看 第一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是做的 第二章 圣观世音 圣观世音是度地狱道 你不用急 这些照片你key in呢 Google 网路上可以download 我是download最完整版 所以很清楚 第三个看 马头观音 它分三个面 红色的 咖啡色跟白的 上面有一个马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在西藏草原时代 或是印度啊 或是中国草原时代 草原上怎么样最快呢 骑马 表示说 我要救度众生的 是要最快的速度 所以以后演变为 马头观音 以及马头冥王 马头冥王是护法 他是非常勇猛的 第四个 圣十一面观音 你注意看 他这张画里面 只有四个手 重点是他有十一个头 圣十一面观音 接下来 大家知道 准提菩萨 所以准提观音 再来 如意伦观音 这个就跟新加坡 佛亚斯不一样 如意伦观音 有站的 也有坐的 所以 我说过 坐的大部分呢 代表自立为主 三昧 立他为主的呢 是站着比较多 好 那这里面就有说 白莲花 成就种种功德 观世音菩萨 有很多很多的首饰 我讲其中的六种就可以 拿金刚柱 是吹拂一切怨敌 而刚才讲 不空捐守观音 拿绳子 绳子什么 举个例子 我们去登山 你掉下去的时候 你要拿绳子救他 表示观世音菩萨 可以救众生 让他得到安稳 所以不空捐守观音 判断的标准 就是他一定拿绳子 那你会想 奇怪 观音菩萨 那拿弓箭做什么 一部杀身 弓宝箭呢 是射进去 让他早结善缘 再来 观世音菩萨 牵手里面有牵眼 显示呢 力量相应 法力无边 拿宝瓶 表示甘露 骗洒 赐福给众生 所以可见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他拿很多很多的法器 是有很深很深的用意的 所以做一个总结 东密里面呢 跟台密就有一点差别 东密呢 删除了 不空捐守观音 加上准提菩萨 变成七观音 下面是补充资料 台密是指 中国古代天台宗 传到日本的天台宗 最有名的是 比瑞山体系 那有名的空海大师 是属于东密的体系 是由唐朝 密宗 不空三藏 传到日本的真言中 高野山的体系 空海大师 所以它是不同的 照片呢 我想我明天再给你看 但我给你看几张 准提菩萨 因为新加坡 供的就是准提菩萨 然后我们就结束 请看 东密本来的准提菩萨 是站着的 很庄严 很像看起来像牵手观音 接下来 传统上 准提菩萨又叫做 准知观音 或叫准提佛母 一般人供的也都是这一张 接下来 我说过 佛教跟道教会混合 佛道混合的准提佛母 谈成就变这样 所以事实上 因为台湾 也被日本统治过 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也伤害过新加坡 所以听说 为什么 这个四马路观音庙很灵呢 就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 轰炸的时候 全部都被炸了 只有那间房子保留了 其实呢 就是准提菩萨 准提观音 准提菩萨 也有准提菩萨的法门 接下来 下次再说了 不然再来讲呢 我看大家就要在这里 打佛七了 好 这里呢 回答一个问题 师父 准提观音 跟牵手观音 修法有什么差别 好 注意听 假如你要修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法门 最好要吃素 而且越清净 越容易跟牵手观音的 大悲心相应 但为什么准提法门 在东南亚也很弘扬呢 的确 台湾有一段时代 这个人现在活着 就是南淮井老局势 也是了不起 如是道三加大通达 他现在住在中国上海 他也曾经是 供格活佛的弟子 然后呢 他修得非常好 他专门修准提菩萨 而且感应力很强 为什么呢 其实准提菩萨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但准提菩萨 有一个愿力 是说 若有众生 因为业力的关系 没办法吃素 还要吃五星 而且你的工作 一定要没办法离开 酒肉男女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却你念准提神咒 你感应力会很强 也因为这一条 所以大家都喜欢念 尤其是风尘女郎 这是真的 他们感应力也很强 他们也很苦啊 他们要拜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要说的重点是说 其实这两个法门 是平等的 但是你不要听了 这个例子就说 好了师父 从明天开始 我念准提神咒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有些众生的业 逼迫 他必须呢 没有办法完全清静的 持栽修持 那你念准提神咒 也会得到一样的功德 但是假如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话 最好要吃素 结论是 两种人都可以念 都可以 所以念六四大明咒 是最好的 好 今天真的很抱歉 又没办法回答问题了 好 我们念回向晚 请合掌 请各位打开 第八页第二十行 老菩萨们很抱歉 师父谈得太法喜忠满 今天真的有一点晚了 好 请合掌 那我们愿今天 奖金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愿自己升起呢 将来跟一切的众生 不敢观音有无量的画线 希望修不同的法门 都能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愿最后都往生极乐净土 请看第八页第二十行 一起念 我子 普贤 书圣行 无边 圣福 皆回向 不愿 沉溺 诸众生 数瓦 无量 光佛畅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那有些问题呢 事实上 我在奖金的内容相关中 我也有穿插着回答 但是有些联友的问题 的确很好 那我还是一个 很沉沉的建议 我不敢说很努力 但是我还是会 满你的愿望 其实有些问题 是比较私人 希望各位联友 不要建议 你留下电话跟姓名 至少我还会 在新加坡待一个月 虽然我还有两场演讲 但是呢 搞不好 我就会打电话给你 阿弥陀佛打电话来给你了 专线回答你的问题 好不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没有这样做的话 有些联友会 深不欢喜的心 师父你打妄语 要回答问题你都没有 我很拼老命的都讲 还讲不完 所以你的问题 我其实很重视 看得出大家很用心 所以有些问题呢 你在讲到相关经文 我也讲 有些联友怎么回答 假如你的问题是共通性 而且对大众呢 修行很有用的话呢 我明天一定会回答 那有些问题是比较私人的 并不是很重要 你不要介意 希望请你留下姓名跟电话 所以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啊 好不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